热闹火辣的小吃 悠闲巴士的江湖菜 还有创意无限的新式火锅 成都夜晚哪里去品尝可口的美食 小巷子里长美酒 锦江上面坐游船 带你感受成都的夜生活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南 欢迎您来到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由五粮夜特约播出 那今天的夜市节目呢 我们要到四川成都去看看了 这成都啊 那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 那又是充满时尚活力的现代之都 那传统和现代的碰撞呢 让成都的夜生活那是文明全国 夜有锦江品尝新鲜麻辣的美食 还有各色热闹惬意的酒吧酒馆 唱着舒缓的民谣 或者是热闹的摇滚 组成了一幅趣味十足的 成都夜生活美食地图 那让我们一块去探寻吧 成都 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 三千年身后文化和时尚优雅的潮流艺术 在这里碰撞交融 形成了成都极具个性的城市特色 而这样的个性在夜晚来临后 才真正释放出她火辣迷人的气质 为了探寻成都夜生活的精彩 记者找到了成都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刘文 刘文也是一位资深的美食爱好者 当然对很多人来想 可能成都吃夜生活就是逛逛景里 喝冷宽带巷子 吃吃火锅 吃吃春战就够了 这些当然是不够的 对于现在来说 有很多更加时尚的元素 接下来我就要带你去感受一下 成都的丰富的夜生活 带你去吃小吃 然后平平美酒 去感受一下最新的成都夜生活 走吧 快一点 刘文带我们来的第一站 是成都最近非常火爆的夜猫子夜市 这里面有一百多家美食摊位 烤鸭肠 烤脑花 烤生蚝 让人忍不住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看着探位前排起的长队 实在叫人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我们先吃哪个好呢 老板 给我们来一个一鸣就化 再来一个外酥里嫩 一鸣就化 外酥里嫩 这个小小砂锅里煮出来的鸡爪 还真是诱人 那它的味道如何呢 它这个好粗 果然 果然一鸣就化 很软 很糯 然后它那个料又全部都进去了 很入味 一米就化的小小鸡爪 还混合着麻辣鲜香的火锅味 再盛着蜜质底料的小砂锅里 炖煮50分钟 入味软辣 此外 这里的鸡爪 还具有外酥里嫩的特点 把砂锅里的鸡爪捞出来 裹上粉料用油炸 吃起来味道如何呢 刚吃的那个软糯的 现在再来一个脆脆的 这个是可以把里面的骨头 给它嚼掉的 里面骨头都炸脆了 好粗 好软 它这上面的一层皮 我刚看它炸的时候 是裹了一层什么特制的一个料的 然后再放进这个油锅里炸 所以表面是可以很酥脆的 这里裹了什么呢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敢问 这是人家的秘诀 刘文告诉我们 这里每家商户 都有自己的秘密武器 所以味道也极具特色 大胆挑战舌尖上的精彩舞味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一提到成都的美食 可能首先会想起麻辣火锅 不过刘文今天要带我们吃的是 火锅粉 不知道成都也是炉不开火锅的 所以如果说你聚集不到 一大堆朋友一起去跟你吃火锅 就可以到这里来 点成都市很好吃的火锅粉 还可以单独吃一份火锅粉 因为这个也是 吃火锅里必须要下的一个菜了 然后可以单独点一份牛肉 还可以吃土豆片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一大口软弱的火锅粉 加着脆脆绿豆芽 双重口感吃得好是一个满足啊 再配上这道叫做牛魔王的小吃 正宗的成都麻辣味道 火锅粉的制作简约而不简单 红薯粉放入蜜汁底料理烫熟 加入蜜汁牛油 辣椒油 再放入熬了两个小时的大骨汤 还有脆脆的绿豆芽 再加上青菜火腿 一碗有滋有味的火锅粉 就可以省多了 店老板告诉我们 这样的火锅粉 一晚上能卖出去一两百碗呢 牛油 蜜汁牛油 然后料包的话 里面就是蜜汁的 蜜汁的这么大一个料包 我看到有花椒 辣椒 对 花椒辣椒 在夜市里一边品尝美食 一边听着著唱歌手 弹唱着迷谣 休闲的夜晚就这样缓缓度过 白天都工夫 晚上大家都出来上了班 那个都看过这一下 挺丰富的 爽 这一次后来说的话 到了十点 这里的夜市陆续关灯 商家也开始收拾东西打烊了 但成都的夜生活 就这样轻易结束了吗 刘文说 真正的精彩还没有开始呢 他要带我们体验 成都的冷淡杯和江湖菜 你看这一桌鲜香麻辣就上齐了 这个也是成都非常有特色的冷淡杯和江湖菜 看一下时间已经十点多了 店内店外的人还这么多 所以这个也是成都夜生活开始的一个预兆 老板 快来 麻烦给我们姐爷造一下 你们配搭吧 叶洪明是这家店的老板 地地道道的成都人 他告诉我们 这里的所有菜都是他独创的 更麻更辣更成都 秘密就在于他对辣椒的把握 五椒扇段 顾名思义就是使用了五种辣椒 扇于洗净焯水起锅切断 热油后下入小米辣 二斤条 野山椒 青花椒 泡红椒 五种辣椒和蜜质红油 炒香后下入扇段 加入调味料 这一口下去 五种辣椒的混合滋味十分痛快 三味蒸火 起锅烧油 放入豆瓣酱 辣椒面 花椒等佐料 放入牛肉煮熟后 捞出装盘 在牛肉上面 分别加入小米辣 刀口辣椒 野山椒 最后淋入滚油 一盆牛肉 能在这道菜里 吃出酸辣 麻辣 香辣 三种不同的味道 冷吃系列 也是叶洪明店里的招牌 其中最火的就是 冷吃牛肉 每天从早上八九点 终究开始炒 需要连续翻炒两个小时 那我们这个的话 首先中选材就非常讲究 我们是用那个 阿爸洲的新鲜的牦牛 最嫩的那个部位 背脊肉 有三种辣椒来炒 叶洪明告诉我们 辣椒品种不同 辣度不同 适合做的菜 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新一代 它呢不是那么刺辣 辣味比较温和 然后呢还带一点 那个辣香味 所以我们做普通川菜的时候 用这种辣椒 就用的比较相对多一点 既有辣味也有香味 辣度的话 应该就三颗星吧 现在呢我们就是说 叫呢一般就叫印度胶 现在是最辣的 在市面上能买到的 这个大概辣度有多 这个辣度的话 应该就起码就是五颗星了 香味不是很好 但是呢辣度特别辣 叶洪明说 大部分川菜用的辣椒面 都是纯手工锤打而成 经过几小时上万次锤打 才能让辣椒面更加入味 叶洪明从小在这个菜市场里 摸爬滚打 对于川菜十分熟悉 沿着菜品时 最多能一天试吃二三十种香料 对于餐业的这份热爱 源于叶洪明的家庭 妈 我来吃一份 叶洪明的妈妈在这个菜市场里 开了一家肥肠粉店 已经经营三十多年了 前方前我爷爷就是做粉的 爷爷做粉 然后我父亲亲家来做粉 然后我们又接班了 肥肠粉也是成都的名小吃 肥肠 猪骨熬着的汤底 配上各种佐料 再搭配上肥而不逆的猪肠 叶洪明告诉我们 这一碗粉吃的是正宗的老成都滋味 成都人从小就爱吃这口 你来不来 声音好不好 声音还可以 八点够不够 够了 好吃 好吃 本来妈妈是想让儿子 接下肥肠粉的摊子 不过叶洪明却不满足于做这些 他想要研究出更成度的美食 儿子钻研菜皮的精神 让他十分感动 却也心疼他的操劳 一道菜可以连续做两个星期 直到味道做好了 每天就吃一种菜 有时候家里做的好吃的 跟他等他回来吃 有时候回来都是晚上 深夜零三点钟了 在成都的夜晚 品尝着用心制作的麻辣菜 体味着冷淡杯 这就是闲事悠然的成都慢生活 那么冷淡杯这个名字 是什么意思呢 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冷就代表了冷食 淡是一个口子盘 其实就是形容我们这种 成都话就叫百人闷正 杯呢 就是你们现在喝的这个冰啤酒 一杯一杯的酒 其实这就是我们成都的固有的一种 慢生活 他就叫我们成都的冷淡杯 酒眼瞧酒花一条街 这里是成都人入夜后的消遣所在 坐在江边吹着风 啃啃耳朵 听着动感的音乐 杯中是醉人的美酒 身边是知心的朋友 我觉得艺术氛围很浓啊 然后一座与音乐有关的城市 到哪里都有音乐的味道 成都 刘文带我们钻进了一条巷子里 他说最有特色的酒馆 就在小巷深处 两位女傻请点酒 哇 哇 这个好有特色啊 竹简的感觉 其实成都有很多这种 就是古色古香的 主打这种鼓风的酒馆 因为毕竟成都也是 非常有文化体育的一个名城嘛 所以你看这些酒 包括它的名字 都是非常诗情话译的 我看这个名字叫月光美人 琉璃展 这都是古装剧里边看到的 对对对 感觉名字都特别的美 古色古香的装饰设计 酒的造型也是别具特色 桂花酒 香气扑鼻 喷着冰气的西瓜酒 冰凉结束 几杯下渡 仿然有种穿越古代巴蜀的感觉 来成都喝成都的酒 把水喝 成都的夜醉意正浓 美酒过后最舒服的 就是来一碗地道的老麻蹄花 24小时营业的店面 即便是在深夜 依旧有着不少人的光顾 蜕花软糯 入口即化 汤汁鲜浓 蘸着香辣的蘸料 解腻又开胃 在夜晚静静地安慰着 被酒精麻痹的胃 那也消灯了 感谢的 陈小燕是这家蜕花店的老板 她告诉我们 每天早上六点 店里面就要开始处理 运回来的猪蹄 这些猪蹄在选择上是有很多讲究的 必须长度要有一恰长 而且还有后面这个皮 必须要大一点 因为这样才有肉感 还有这个重量呢 我们一般是用在五两五以上 七两五以下 这中间的蹄子才能用 像大了也不行 小了也不行 因为这个范围之类的蹄子比较嫩 也比较有那个口感 而出去就比较爽一点 经过严格挑选的猪蹄 经过焯水之后 再进行拔毛除垢的仔细处理 然后放在锅里和云豆 姜片一起熬煮 陈小燕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是煮猪蹄的火候 什么时候该大火 什么时候变成小火 煮上三到四个小时 严格控制火候 最后煮出来才能开花 这次只要放在这个骨头上面 这么一拉 你看它这个花就开开了 这样吃起来还是比较热 就是说那个肉质 可能那个味道那些 都比较达标的 陈小燕说 最开始是她外婆做蹄花 后来手艺传到了自己手里 吃的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就是好吃 不好吃就说不好吃的 好吃好吃 好吃我们就分这个来一点 谢谢你们 好吃好吃 好吃就说好吃 不好吃就说不好吃 今年87岁的丁心华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卖蹄花 虽然现在腿脚不变 但她还是要经常到店里倾听顾客品尝蹄花后的反馈 她经常跟我说就是说以前多么辛苦 大街想象就是叫让他们去喊 就说卖蹄花咯 怎么做呢 老哥这个谁呀 干嘛 成都啊 成都啊 是一个很悠闲的城市 就是晚上啊就是说在凌晨几点钟的时候 一两点两三点的时候都是在坐在大街上面吃 这叫做是鬼饮食 当年推着小车吆喝着卖的蹄花 现在已经成为了成都人的深夜食堂 24小时营业的店面也正是成都鬼饮食文化的代表 和老妈提花一样 檀豆花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成都名小吃 一天之内不管什么时候来到店里 永远都是满满的人 刘文说一定要在晚上带我们体验一下正宗的成都味道 上面有脆脆的这个是炸的颂子 然后底下呢是这个豆花 这个也是能吃出非常丰富的一个口感 就是又有那个豆花的软 然后又有那个脆脆的感觉 混着豆花的香味 然后会有脆脆的东西嚼在口感里 甜水面 其实这一碗里边可能就一两根的样子 很长 但它这个甜水面有甜味也有辣味 所以它不是纯辣 它是会有一些甜的味道在里边 因为这个评伴者的感觉 是什么意思 因为白白儿 却会是有点不错的 真的不是 这一碗在这一碗的 然后是什么 三马 这么多了 隔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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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队排队排队一个五小时 排了一个小时 排了两个小时 排了两个小时 为了吃上这一顿泰式火锅 大部分人都排队 用了一到两个小时 这到底是怎样的火锅呢 你看我们现在就上了门板一桌 应该说这个地方是成都的美女们都要来打卡 而且这个也体现了成都火锅的一种包容性 这个是泰式火锅嘛 把成都非常传统的东西给它融入进来 然后用泰式的风味来做了一个调整 所以您可以看到就是有那种泰式的风味的元素 当然也有四川本地的那种火锅来煮的这个元素 你看就这个蘸酱来说就有很多 比如说有川式麻辣的 干碟的 然后也有泰式的这种蘸碟 还有小米辣的 花生酱的 还有柠檬薄荷的 所以它是把四川的特色和泰国的一些特色融合在一起 除了火锅上的融合 在这里还能吃到当下非常火爆的网红甜品 像爆浆珍珠蛋糕 布丁兔兔等等 难怪会吸引到很多女性消费者 麻辣火锅是更湿井的 然后更接地气的 而泰式火锅我觉得是一个更有调料 更悠闲 更轻松自在的一个地方 趁着朦胧一色来到东门码头乘坐游船 夜游锦江 是了解成都文化的一个好去处 景江是成都的母亲河 我们这趟旅游游船的话 实际上我们展开的是给游客展示的一首 景江的千年的故事的跨距 景江流水 里沉沉 今日不改 旧时清 自古以来 有名的茶馆都用景江水来冲泡湖 夜游景江活动以景江故事卷轴为主线 用河堤为画布 杜甫诗座 小看红诗处 花仲景观城为创意原点 通过灯光制景 全息投影 多媒体等渲染手法 营造多维度的沉济式体验空间 用新潮科技感受蜀蜂古月 就是说的话 我们要创造一种夜游 夜食 夜气 对广大的市民 游客 创造更多的一种游玩的场景出来 古代融成的商贸盛景 映衬在河畔建筑的墙体上 诗意古月与现代环境 在地波缓流中融为一体 这就是充满魅力的成都夏夜 您听过这样两句歌词吗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没错 这歌曲中的成都就是这样一座 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如果您想在这个夏天去成都旅游的话 可以好好的去逛一逛成都的夜市 那成都的夜市有很多 那餐馆营业时间也不太一样 那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选择 出了夜市 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老成都的冷淡杯 那也可以去九眼桥酒吧去坐一坐 如果您想坐游船去体验夜游景江 观看灯光秀的话 这夜场是从19点到22点 票价是120元 从东门码头开始坐船 那需要注意的是每天的售票只有500张 那么如果游客的数量达到了每日最大的承载量的话 就会提前停止售换票了 所以您要尽量的早点去排队 臭豆腐 炸香肠 瓜粮粉 食材不便的传统小吃做出了怎样的新境界 无辣不欢的长沙人是如何用小龙虾做出饕餅盛宴的 长沙 这在长沙的夜宵摊上 像口味虾 臭豆腐 烧烤等等 那美食真的是不胜美举 可以说这热辣的食物是长沙人性格的写照 那么今年的长沙夜市流行哪些诱人的美食呢 欢迎您关注我们下期的消费主张节目 好了 朋友们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感谢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